農民忙着在自家门前晒谷 眼前这一堆就是农民今年所有的收成 因为今年台风少 雨水也少 使得需要依赖大量水来灌溉的香糯米 在这一季的产量也跟着减少 因此眼前这一堆正在晒的香糯米还是非卖品 必须留着当作育苗的种子 没有台风嘛 这样也是水也不够啊 这位正忙着打鼓的老人家表示 这一季它的收成不到三百公斤 虽然不多 但它还是遵循古法 手工筛选最完美的米粒包装 为的就是要将最好的香糯米卖给浩克 把碎米 这个碎米拿掉就对了 所以你们要卖出去的米都 全部都是手工挑了 对对对 这个要挑啊 把这个这个这个都不好 你看 它拿掉呢 挑这个米这么费工是为了什么 为了要保证它的品质 我们这边的人 古时代的做法就是要弄干净才卖给别人 我们这边还是有那个观念 因为这个是日本天坊吃过的 我们我们祖先这么讲 经验因为台风少而间接导致香糯米产量减少 而台风多的时候又容易造成灾害 使得清爱村原本在河床两岸种植香糯米的土地 因此而流失许多 这也是连年产量递减的原因之一 香糯米产量都不多了 不多 为什么 他们松林的地有土石流了嘛 就是没有办法种的啊 这个这个这个水田要有条件耶 有水的地方才可以种啊 它不是干的耶 它不是旱地耶 松林香糯米一年只采收一次 因此产量稀少 经济价值有限 许多部落居民已经改种其他农作物 目前仅剩三户人家有在种植香糯米